小鸭鸡肉 烧烤油 放海鲜,蝦,蘸酒 香味就全都逼出 最后再放白猪 灯起,沸起,炒粉 和葱花 多香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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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40元 很久沒吃過 下輩我再投胎 做順德人 每天都可以吃這些,很幸福 是的,這裏是白骨饭附近 是的 這裏轉進去就是 每次一吃完,這裏走 往前走,就回廣州上高速 真是每個吃蝦蟹粥 一鍋有一隻蟹 是呀 你也要吃蟹嗎? 不是,我們的蟹是蟹 是用什麼蟹的? 是高蟹 高蟹 三鍋煮粥雪香 秒多的粥 粥一隻蟹 包高 你看看 一口粥也有 這些蟹膏 你真是 我又衰 忍不住 很香濃 那些 炸過的海鮮味 好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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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滴白酒 真的好鮮 我越吃的味道 薑蔥炒花蟹 那些滴底的醬 很鮮 很鮮 蟹蓋的膏 鹹蛋黃 好鮮 沒那麼大顆 還沒吃完 如果成本來算 我不覺得這些煮粥賺到超過10元 即利潤這樣算 還沒算燈油火辣 這杯廣州40元還沒吃到 我們為了拍攝都煮蟹粥 我只是想說 你攪拌了那麼久 他都沒有生水 這些是粥底靚 澱粉質夠 黏稠度高 沒那麼容易被你攪拌 米靚 還有沒有出嗎 B7 B7 還加了一個蝦蟹粥 夠吃了 太好吃了 夠吃了嗎 真的 25元一鍋 怎麼賺錢 我不是用來賺錢 我用來留著我的餡 是 我2017年早的時候是不沉 一鍋 現在這些蝦又貴 還有一些 空運費和火拉拉費又貴了 沒辦法 我們這些在外國沒有貨 還有阿二大 一連四季都是天庭 你中國 只有錢有蟹 這個是好吃 值得吃的 一個 通風粥 在網上見到很多評論 就覺得這裏25元 一隻蟹幾隻蝦 就是一個粥 不新鮮 首先我們怎樣判斷它是否新鮮 你看到的 我們吃了兩隻 有沒有脫頭 有沒有黑頭 有沒有離殼 那些肉 第二個看蟹 什麼叫死過鹹魚 臭過蟹 那些蟹是死的 或者是剛剛晚爪睡覺的 它又是會離殼 一個會出水 第二個肉會霉 膏都會變的 不得那麼甘香 這個 我不認同它是不新鮮的 你看到這樣的生意做不新鮮嗎 還有這裏是哪裏 是順德來的 這半個不新鮮 哪裏做到七年了 七個小時就倒閉 啊 挺精神的 蒸排骨 真不知為何 順德人蒸排骨真的有了手 去到哪裏吃的蒸排骨也好吃 不要理會了 新鮮做粒 嘩 一定要嘗嘗 不知道是不是拿寶寶油去蒸 這麼滑 這個很滑 很好吃 忍不住 再做一粒 好吃 你吃粥吃都想裝飯 你說死不死 牛肉 粥腸 嘩 又是痛的 很好吃 剛剛這個 就是所有海鮮的鮮味 蓋上了粥底 吃完這些 你沒吃過粥 就知道它的功夫在這裏 你吃得出這些 就有米味的粥了 難怪這鍋的東西 比這鍋還貴 是嗎 全場最貴這鍋 這鍋30元 牛肉加粥腸 嗯 那些粥腸真是天下無敵 牛肉 牛肉 加上薑絲 真的有靈魂 下輩我再投擔我做順德人 每天都可以吃這些 很幸福 嘩 好吃嗎 好吃 吃得出粥底的甜味 那種綿密的米味 很香甜的粥味 可以說 這個呢 我覺得是更加好吃 三煲裡面最頂級的這個 為什麼呢 粥本身是酸性的 皮蛋是酸性的 就會酸鹼中和 我覺得這個粥底更加香 豬心 豬潤 加皮蛋 先試一口粥底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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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但是我來選這些 這個是1 這個是1 皮蛋 豬養豬心粥 真是無敵 這個 嘩 豬心好吃到 好甜 很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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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價錢很實在 20元 你自己攪了多久 真的不生水 嘩 好久沒吃過這麼好 有一個敗筆 豬心好吃 豬潤呢 它就是 新鮮 但沒有點啤水 變成很粉很粉 很粉 嘩 不得爽脆 我變成變成這個第一 那個豬潤扣了分 這個牛肉粥腸 加皮蛋呢 那是不同 再加豬心 就是不要豬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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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都是肉 做到幾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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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點左右 早買完早收工 我最喜歡早買完早收工 你來的人走完 我還要收拾東西 吃四點才收工 兩煲粥 蒸排骨 煎餃 一家三口夠了 這個 這個呢 千萬不要碰 我搓走你 你可以正常的硬 腳痛 哈哈 哈哈 哎呀哎呀 叫那些痛苦人士 來走樓梯的地方 吃痛風餐 就是這樣的 信德確實是一個好地方 今天來到容貴的容邊 除了有我 朝思夢想的排骨飯 都吃到一碟很好的蒸排骨 蝦蟹粥有驚喜 但是最大的收穫 是吃那碗牛肉粥腸粥 看見這麼火爆 這麼紅的生意 有他的道理 我會再來 下一集見 安尼哥 今晚十點 高和新鮮見 對方什麼 夫妻檔 新鮮豬雜 十點半才可以吃 資料上沒有電話 沒有什麼人知道 就說專門做街坊生意 口味就要撇下樓梯幾條街 明白了 在花時間過去 之前我來過的 但是當時來的時候 還沒有複雜食 十點半才有 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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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八點半來 你怎麼找到 有東西吃嗎 還沒 幾點鐘有 十點半 今天可能煎冬 涼的就不會太… 因為都是做本地人 本地客人的生意 為什麼叫煙糧呢 人家給我叫煙糧 即是你很爛煙糧的 嗯 一般 我這些人是爛食 老闆是一個食家 不是食家 不是食家 是一個爛食的人 喜歡食的人 這個適合我 多菊 多菊 很漂亮的胡椒粉 公春王 哈哈 哈哈哈哈 買回來 一整百元 我自己磨的 很多那些 無良商家 做胡椒粉 只有一半胡椒 另外一半 加麵粉 所以你滲些胡椒粉 滲些都沒有味 但是這些 你輕輕輕輕輕 都已經很高 你摸到有粒 這些是棕出來的 還有粗粒 它不是全粉狀 但一會兒吃粥 那時候有口感 宵夜 十一點 海鮮 豬宅 打架成本高 都不會經常打架的吧 這裡 看來我們這餐 都是靜靜地吃好 沒那麼吵 現在不知道是天氣冷 還是怎樣 在現場感覺 都是人少少 不知道會不會出品一般 又有人來了 好 好吃 我留在前排 選豬集 豬 豬生腸 這些是我來的 正粉腸 我一條一塊 這是西排 西排 豬頸肉 豬頸肉 豬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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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爽又脆 有些腸頭 豬腰 選一種實心 豬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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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了肥肥 大筋那邊 這兩天 拍片那邊才行 半個豬腸 豬腸 這間可以分腸 這間可以嗎 可以 吃光嗎 心肝皮肺腎 我會紅的 我會紅的 紅不要緊 不要紅又腫 夠了 我會留給我 拍片 拍片 對 2斤4 1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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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半 1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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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rando 分手 哈哈哈哈 新鲜程度很重要 刚刚我在这里选择的时候 要专心做点 食材一定要新鲜 食材是第一个 再对师傅 食材不新鲜都不行 有点脆 有些部位快熟 有些部位要滚久一点 好像猪肝 煮到八成半到九成 刚出血水最嫩最好吃 当地人 每天都来 每个人都来 张三峰都来 哈哈哈哈 我们去南潘顺的地方找东西 一见到这些精神 饱没死错人 哎呀 人家炒了 我们去南潘顺的地方找东西 一见到这些精神 饱没死错人 很厉害 如果不够的 肉要多加些辣 多加一点 这叫料多鸡 豏了 全都在肉 可没有诱咯 好 试试将来 食材一道 吃虫杂竹 很好的香油 做生抽 浸泡薑丝和葱丝 焦粉在这里 漂亮的不需要太多 否则就会很適合 不是 多煮两块猪忍 一出生我老爸说我少这么快 很快 这些厚似的猪忍 少许翻山 滲一点 这些血水已经全熟 再怕些就浸泡 再浸泡它几下 什么都熟 醬油 没有渣的 爽脆 只要它片得干净 不用点东西都没有压味 嗯 它刚刚片的筋膜 白色筋膜 那些就叫神上腺 平时你想到某些东西 神上腺素就会飙升 你怕自己的好色 就叫师傅给你片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是说笑 要留意粥底 它不会有多淡 它不是一粒粒爆发 用碎米来煮 碎米来煮 碎米来煮有一个好处 第一是容易快 令到面 不用煮长时间 煮长时间飘零糕 第二 做这些猪忍粥 要用两种米 一个是新做 一个是晚做 新做的米拿个香味 晚做的米拿它的淀粉 让它的粥底很绵 很滑 如果是健身的 浸的东西很难煮熟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 未必是舒服 但有一种 我觉得 稍为多了一点 就是放菜 放干 真的好像不需要本 我不是很喜欢吃菜 但太多了 狗几味 它已经盖过了 这个是胡椒粉 现在刚刚抽风起 暖胃一流 这些是什么呢 刚刚它扔的猪腻 猪腻筋 后面那一部分 不是利尖 利尖 我们拿去摘摘 后面那一部分猪腻筋 吃下去吃鸡骨 这个又是猪腻筋 不要走 你看到圆骨 这个可以 这个部位有很多 一条尼文一条 真的让你找到寶藏店有惊喜 你看到老板的性格 这么乳筋 他做的东西一定很好 如果你去到一间食肆 老板经常是愁眉苦面 那里这样皺了 眉头 叫他又不理你 就经常拿出来 拿出来的 你肯定不要吃 哈哈 尤其赞的烧酒 上中 上中 哇 听到声音 你试一下 为什么你说我选腸会选那一部分 不得了 不得了 对 躲下磨地 像脸骨 这些泰椒鱼有多好味 脏底很酷 刚刚我们在里面看电视会 在刀工 试一下有些公鸡 试一下我们选猪腻尖 吃这些东西 如果牙刀也不太好 每个牙刀都爽口 每个牙刀都爽口 很酷 很想拿多一支猪啤 喝一口 菠萝汽水 就是要你啊 新鲜的猪肠 和猪肿 它是不会有猪的酷味 我真的成功是不太好味 猪颈肉炒米粉 先干炒米粉 然后猪颈肉和汁盖在里面 好吃 猪颈肉老街坊 有另一个名字 叫什么 鸩哥仔 平常我用来剁肉饼 或者用来虾酱蒸 不得了 有锅气 这个肉真的好吃 一定要大家升 炭水教父 这两个东西炭水到不得了 咸骨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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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什么 放些冬瓜 放些冬瓜 咸骨粥 咸骨好吃 不会死咸死咸 肉还是熟 它不会给你排骨头 排骨尾 狗狗有肉 放冬瓜 放些冬瓜 有多绝活 嘉昇作为炭水教父 粥粉面饭 无一不欢 你今天带我来吃猪颈 就搞到我变了尿酸教父 哈哈哈哈 刚才有个司机就是说 不要吃那么多猪颈 内藏 内藏 现在不要吃那么多内藏 打一副唇膏 不要吃那么多内藏 小吃内藏 现在这个社会都是煮肉健康 小吃这些东西 都想尝尝一点 我个人很喜欢吃猪肠 粉肠 但我都不尊 克制自己小吃点 吃多些蔬菜 健康 食物 他叫你不要吃那么多猪颈 不要吃那么多内藏 接着他进来 他已经上罪了 这些是恶魔来的 你明知道他会令到你尿酸糕 但他没有叫你餐餐吃 很棒 梁哥 很棒 可以吗 很好吃 全场最受欢迎男主角 多谢 铁板猪杂 真的好吃 本来你上来的时候 我想骂 我刚才说 为什么会水汪汪汪 你这么多汁 吃下去又不是 够锅气 我以为它会泄水 不是 有些汁 最后的汁都淹干 是的 对 我们都是全身油脂 削发成八分一支 胡椒粉 全部是漂亮的 胡椒大粒 吃东西我们自己是难吃 追求的口感 我们能够想象到 能够做到的 都是做到它极致 所以我这些追求新鲜 我会想着拿去就算 我们会玩和客战 我们会玩和宵夜 刚好喝咖啡酒 去咖啡聊天 下次我小牧 不开车过来 喝咖啡 当然和你喝咖啡 最好是晚点 但是走过来 我都穿回名 全客人都知道 存在那里存回才走 有时候我们做正常的 有时候做到好东西 有时候打电话过来 收到什么 点凌两点钟 有杯东西吃 祈求值得吃 有时候喝到 对面 吃完早餐才走 对面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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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觉不觉 和老板聊到三更半夜 吃餐猪杂 吃到这么晚我都很少喝 碰到老板 这么有心做的饮食 除了他有心做出品 还有他做人很乐观 令到大家作为一个同行 大家做餐饮 都很开心的一件事 一个这么乐观 这么有性格 这么有追求的老板 这里有好东西吃 有鸡蛋 很有气氛 很有氛围 宵夜当 这样的环境都是 老公不可以自己做 找个人 回来帮忙做宵夜 压力不是很大 那就是 户口 是吗 你准备压力很大 我收到很多 下次拿两支 来跟你 好 本身已经过了期 再不想再过期 不是 是的 有缩水 是的 哈哈哈